大长老的队伍被叶宇剿灭了 大长老也死了 如今叶宇已经到达了灵州 一路上还毁了很多投靠天火葱的家族 这个叶宇挺嚣张的 据其他弟子汇报 叶宇正朝着我们天火葱杀来 现在 够了 胆小鬼 宗主虽然在闭关养伤 但有神兵在守 无需担心 况且还有白眼封丰主 你怕什么 是 是 这小子天赋异彼 这迟早是个祸患 他来刺透罗王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先让白眼封丰主去会会那小子 那小子一路不停 就算他实力再高 也会疲惫 等到宗主出关 他必死无疑 是 毕头割出那老东西 敌小手段真难缠 生了这么久 我竟还是难以驱散这股力量 叶宇 原来你们这么欢迎我啊 那我也要给你们点回礼才是 不认入侵 小黄兵赶紧离地 走 快点 走 走 燕羽 我们等了你许久 还以为你不敢来了 没想到小爷我一路这么低调 还是让你们知道我会来 呸 打上门来还低调 所以说啊 低调不了啊 谁让我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呢 哼 那如你所愿 在万众瞩目之下死去 布阵 是 是 岳宇 这大阵就算圣太阶 都不一定能对付 你就受死吧 会是天火宗最强阵法 但是对我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入阵 是 就凭这点小伎俩 也想伤到我 你以为这个阵势 就这么简单吗 是障眼法 可恶 都给我出来 叶宇 我早就说过 你是奈何不了这大阵 到此为止了 给他最后一击 走 走了 夜兄都离开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只希望 只希望夜宇 他不要鲁莽行事 我最担心的 就是他直接冲上天火宗 风主 夜宇如今已经行水久禁 也对抗不了天火宗吗 先不说天火宗主 是圣太阶的境界 天火宗还有一套 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阵法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了 希望他不会鲁莽行事 你们放心了 夜宇他不是一般人 但 他那么多次鬼门关都过来了 对不对 我们要相信他 而且 这声音是 是洗髓镜的气息 风主 有人正在向我们逼近 有人靠近 但不确定 是不是天火宗的人 留下我和杜琪琪打掩护 其他人 准备从后门撤离 明白 杜琪琪 你疯了 你们想的太复杂了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爹 爹 我在这儿呢 爹 杜琪琪 爹 你怎么来了 孩子 太好了 你真的没事 嘿嘿 我没事 各位 是我父亲来了 不是敌人 阁下就是徐州度假家主 度寒吧 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们 也与他独自一人杀想天火宗了 什么 杜琪琪 杜琪 爹 不是说好先打探情报 会去力量吗 怎么现在就打到宗门去了呀 叶宇是把所有压力 全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 是 叶宇他一路毫不掩饰地屠杀天火宗人 天火宗肯定会对他有所防范 以以待劳 通知所有弟子背马 火速赶往天火宗 支援叶宇 是 叶宇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